歡迎回到健康日記 接下來在今天的第二個健康筆記本當中 我們要來考考各位 下列哪一個是長照症常引起的症狀 第一個是嗜睡 第二個是失眠 第三個是肚子痛 我們先來問問佳麗 妳覺得正確答案是哪一個 我覺得是失眠 因為我比較容易緊張焦慮 然後就會失眠 那我不知道是先失眠導致長照症 還是長照症導致失眠 反正我覺得這是一個互相影響的東西 是 雨昕呢 個人認為應該是肚子痛 因為有時候如果睡覺的時候 腸胃在蠕動的時候不太舒服 那就會常常泡廁所 那也會有點失眠的狀況這樣子 會睡眠品質不好這樣子 問問呢 我也是選肚子痛耶 因為我覺得肚子就是在腸胃這邊嘛 所以長照症應該就是跟肚子痛有關係這樣子 年醫師 失眠跟肚子痛都有人選 我們正確答案到底是哪一個最常引起的 長照症最常引起的症狀 第一個我們還是要先提醒我們各位的觀眾朋友 如果有症狀一定要趕快就醫檢查沒有問題 在以上的流程都檢查OK沒問題的時候 我們稱為是大腸肌躁症 它的定義是大概是一年當中有12個禮拜 就是三個月 對 會產生像是便秘啊 腹瀉啊 然後可能中核型啊 但是都會伴隨著肚子痛 而且這些的肚子痛通常是在你上完廁所之後 這個肚子痛就會緩解了 對 所以我們最常引起的這個症狀 的確是跟肚子痛 而且是上完廁所之後就可以獲得緩解 不管是部分或全部 至少會緩解這樣子 就不會這麼痛 腳痛 對 但是剛剛我們那個加勒講的 就是說他覺得是失眠 那我們常常講那個長照症 長照症 就是長子在鬧脾氣嘛 他心情就不愉悅 在不愉悅的情況下 有一些像是我們憂鬱症的病人 或者是失眠的病人 他都可能因為這樣子而產生 身體上的壓力 那久而久之其實不是只有心理而已 會影響到身體 各個症狀都會出來 最常聽到我們就聽到就是什麼 自律神經失調 對 也會引起像這樣子的一個症狀 像我們在治療這個長照症的時候 應該怎麼做 我們要治療 要根治可能就是要有一點點那個 生活的藝術出來了 但是我們要治療 當然第一個我們也希望不要用藥物 對 一定是希望最好不要吃什麼油 就可以好了 不要用藥物 那不要用藥物的情況下 我們第一個要先改善自己的生活的壓力 生活作息 這個是第一步 要讓自己的壓力有一個出口 可以抒發出來 找找朋友啊 真的不行的時候 我們也有很帥的那個很漂亮的心理醫師 可以讓你多看看 多了解 多談談天 抒發一個正確的一個壓力管道 那再來呢 除了生活調整完之後 第二個就是要運動 在運動的過程當中呢 它會產生身體很好的內瑪菲 所以這個運動是可以改善 我們的身體上很好的內瑪菲 可以產生 而且會緩解這個腸子的壓力 那藥物的部分都可以做適度的控制 譬如說我們拉肚子的朋友 我們就可能會開一些紫蟹的藥 讓他做症狀的處理 那便命的朋友呢 就會開一些 就是緩洩劑啦 或者讓他能夠順暢 能夠排便啊 多吃一些纖維啊 喝水啊 就可以讓這些便秘的症狀緩解 那針對 真的有譬如說是憂鬱症啊 或者是身心壓力的部分的病人 他有一些 有我們精神科用的一些抗憂鬱的藥物 這些部分的藥物都可以幫上忙 是 所以其實還是要找專業的醫師來診斷 給予治療 雨昕 來 臨時請問一下 那如果說我用吃藥改善了腸造症的拉肚子的情況 那如果反而便秘了 該怎麼辦呢 這也是很好的 就是本來是拉肚子啊 吃藥吃藥 紫蟹了 後來變便秘了 那紫蟹呢 會緩解這個拉肚子的症狀 但是吃太久的時候 他的確腸子就沒辦法運作了 他可能就蠕動的情況變緩慢了 那這時候其實有腸造症的病人 自己其實病久成良意 就是這樣 大概自己都可以知道說 我這個吃藥吃到這個地方 開始覺得 糞便的形態開始 已經開始有所調整改善的時候 就要停藥 對 那另外呢 如果是便秘的 我們還是要提醒我們觀眾朋友們 一定要多攝取這個纖維 還有水分 那另外呢 紅肉一定要少吃 對 紅肉呢 在所有的研究當中 都發現他會增加這個大腸癌的機會 那這個是第一名的癌症 我們身旁好多的朋友 去抽了血 以前都說那個素質都完全都正常 沒有紅字 結果呢 大腸鏡檢查下去的時候 還是發現了一個三公分的大腸癌 所以呢 光靠抽血檢查 這個檢查是沒有辦法百分百的 所以必要的時候呢 一定要搭配這大腸鏡的檢查 像我在考試的時候 考試前 然後我都會吃很多東西 然後 但是考試我又會很緊張 那我想要問醫生是不是在考試前 然後要減少飲食 可以降低拉肚子的機率 的確我們剛剛跟大家分享 在很大的壓力 譬如說大考啊 大考前 考證照前 然後真的是一年只有考一次 準備了一年 就為了今朝而戰這樣 這個時候的確很多人會因為壓力的關係 而產生這個拉肚的情況 那所以呢 在前面的時間 我們都會幫我們的病人說 如果你本來就知道說自己有這種狀況 開始考試前的時候壓力就慢慢起來的時候 就需要用藥物稍微幫助一下 那當然不要再故意在大考前進行 現在要入考場要跑進去要坐下來 開始畫那個畫答案卡的時候才去吃一個很大的餐 有的人會在這個時候因為壓力太大 不是只有拉而已喔 有的人會緊張性 可能連那個早餐都吐出來 對 所以這個部分呢 還是要提醒 如果有這樣子的困擾的朋友 在飲食的方面要特別注意 一定要清淡 好 那再來量不要太多 不要一下子突然吃進去很多的東西 對 他可能會讓你更促進這個腸胃的蠕動 一下子馬上就想 還沒有下那個考場 這場的時間的時候 馬上跑到廁所去了 對 其實像這個考試啊 有時候對很多人來講 是很大的壓力 文燕 如果當這種緊張焦慮的這個壓力消除了之後 我們長照症的情況 是不是也可以跟著消失 之前有發生過一個比較 應該算是比較 對對我們這邊比較特殊的案例 他他跟問問一樣 就是他在準備大學指考的時候 那他就是感覺就是長期就是肚子不不舒服啊 那可能常常拉肚子之類的 那結果呢 他已經金榜提名了 本來想說可能 因為之前是情緒壓力比較緊張 然後腸子鬧脾氣 那他現在已經金榜提名 已經考上了 結果他還是發現 他還是一樣肚子痛 然後還是一樣 就也是常常拉肚子 那這部分好像是說 我們中樞神經跟 因為腸子有腸子自己的神經系統 那我們腦子也有腦子的神經系統 好像 我要請問一下醫師說 是不是說 哎 腸子的那個神經系統 已經就是習慣 蠕動的比較快 容易拉肚子這樣 嗯 我們常講喔 剛剛文燕講得很好 就是說 在這樣一段時間的一個 呃 不能說折磨啦 就是有壓力的情況下的時候 哎 突然這個壓力緩解了 很多人直覺就覺得 哎 我應該症狀不會了 我沒有壓力了 我應該變成正常人一樣了 但是為什麼我還是繼續 不斷的拉 不斷的便秘 那這跟我們那個 會造成肥胖是一樣 羅馬不是一天造成的 好 那要讓他治好 也不是一天可以治好 如果一天可以治好 那個叫做 仙丹 仙丹 那我們常講的 仙丹 這個東西呢 所有的藥物 所有的飲食 所有的生活習慣 都是慢慢的日積月累 然後結果破壞掉 但是你要回來的時候 當然我們可以用藥物加速他 趕快恢復啊 對不對 傷口的時候 我們可以做一些那個護理 讓這個傷口趕快修復好 但是你千萬不要期待他 我今天用了一個神藥 點下去這個神水 這個傷口就好了 對 那所以呢 在恢復期的時候 我們要跟他好好的對待 就是 像在對待自己 那個懷孕10個月的寶貝一樣 他多多跟他談話 就說 現在我開始要面對我自己的健康 然後面對我自己的生活 那開始做一個生活型態的調整 壓力的一個釋放 在這樣的過程當中 自然久了久了 你就會發現 這樣子的一個 腸躁症的症狀就會獲得改善 腸躁症可以透過吃東西來改善嗎 我們先稍微休息一下 廣告之後告訴您